虽然林丹陈龙的退役,羽毛球运动在国内的传播越来越弱,男女还没有人能够接过两位前辈的交接棒,女女项目则要好很多,陈清晨贾依凡实力出众,陈宇飞成长迅速,在东京奥运会和随后的游博杯等比赛中展露无遗,在中国羽毛球历史上也涌现出了不少实力不俗,气质出众的美女。 虽然,单就颜值而言,他们比不过娱乐明星,跟东南亚和日韩羽毛球选手在外貌上也未见优势,但在国内羽毛球史上,他们确实在竞技实力之外为我们留下了视觉享受,逼者经过多轮筛选,让我们一起盘点中国女子羽毛球史上十大美女吧。 第一位王世贤,江苏苏州人,亚运会冠军,游博杯冠军队成员,王一涵皮肤白皙,长相甜美,身材曼妙,是当时中国队第一美女。 面对这么漂亮的队友,陈龙进水楼台先得月,抱得美人归。 第二位王林,浙江杭州人,亚军赛冠军,士兵赛季军,王林有大大的眼睛,瘦小的身材,典型江南美女的长相,颜值在国内体坛实属上乘。 第三位张宁,辽宁锦州人,雅典奥运会,北京奥运会女单双料冠军,中国语坛历史最佳运动员之一,张宁身高1米75,棱角分明,五官周正,实力太强而让人忽略了她的美貌。 第四位谢姓芳,广东广州人,羽毛球世锦赛,世界杯冠军,北京奥运会女单亚军,谢姓芳球员时实力强劲,颜值上加,怎么证明谢姓芳漂亮,与谭天王林丹曾对她穷追不舍。 第五位王怡涵,上海人,羽毛球世锦赛冠军,伦敦奥运会女单亚军,王怡涵身材高大,长相甜美可爱,是女语的门面担当之一。 有段时间,笛者把她与王世贤傻傻傻分不清。 第六位,杜月,湖北宜昌人,苏迪曼杯冠军队成员,杜月目前还没有特别亮眼的成绩,但她的美貌却被广泛认可,如果不是前面几位师姐深入人心,就这颜值足以保三争一。 第七位,黄亚琼,浙江渠州人,试锦赛混双冠军,东京奥运会亚军,黄亚琼在羽毛球选手中身材矮小,但与正思维的雅思组合所向披靡,除了运动美之外,她还兼顾了小女生的俏皮可爱。 第八位,高龄,湖北武汉人,悉尼,雅典奥运会双撂双打冠军,张军高龄组合,是世界与台南影逾越的一座高山,2020年,被世界与连平为奥运羽毛球比赛史上最成功运动员。 第九位,顾骏,江苏无锡人,奥运会,世界杯,世锦赛大满贯冠军得主,与葛飞组合所向披靡,战无不胜。 第十位,田青,湖南易洋人,伦敦奥运会和世锦赛女双冠军,田青也是国语的美人胚子,终让队友张男抱得美人归,笔者很识不解,同是小球项目,为什么国语队员之间修成正果的那么多? 而张继科刘诗文,马林白杨,却要被棒打鸳鸯呢?当然也有两个漏网之余,比如刘国梁和许欣,做到了神不知鬼不觉,中国羽毛球史上这十位美女各有特色。 但笔者的视角难免有所遗漏,你认为谁还可以位居前十,这十位你更欣赏谁呢?